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蝴蝶酥饼干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120克冷藏保存的黄油 然后往黄油里面先筛入170克的低筋面粉 再加入15克的糖粉 这样能够让成品的颜色更加的均匀 最后我们再加入两克盐 然后再下手把它们先抓拌均匀 抓匀后我们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65毫升的冰水 然后再下手把它们揉成像这样偏软一些的光滑面团 揉好后我们给它包裹上一层保鲜膜 然后把它放到便箱里面冷藏30分钟左右 30分钟后我们在面板上先撒一些干面粉防粘 然后再把冷藏好的面团给它擀成一张厚度约3毫米的长方形饼皮 擀好后我们先像这样从两边往中间给它折叠一下 然后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20分钟左右 20分钟后我们把它再次擀成一张厚度约2毫米的长方形饼皮 擀好后我们在表面先给它刷上一层黄油 然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上一些细砂糖 接着我们再像这样从两边往中间的方向给它折叠两次 另外一边我们用同样的折叠方法给它折叠起来 最后我们在中间的位置再给它对折一次 折叠好后我们再用刀把它切成厚度约3毫米的薄片 像这样我们的生胚就做好啦 多切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铺有贵油脂的烤盘里面 然后再把它放到预热好的烤箱里面 烤箱重层上下火200度烤15分钟左右就可以啦 这样做出的蝴蝶酥饼干吃起来非常的香甜酥脆 而且还有一股浓浓的黄油的香味 稍微放凉后我们把它放到保鲜袋里面密封保存 用来当做平时的小零食也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